党政焦点来看马政府风波不断 内阁阁员又频频出包 这让前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有感而发地说 阁员递换太快了 从大学临时找来 就好像小白兔跑出校园一样 经验不足 这也让政府面临了治理的危机 江内阁风波不断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政府的阁员更替很频繁 不会进行沟通的时候 有所不足 另外的沟通没有做好刚好 外格员速度快 再加上横向纵向沟通 全都有障碍 让很多部长都是临危寿命 就像是侮辱丛林的小白兔 我像吗 我这么黑 小白兔应该是在内 那在外面可能是不是 要有一点点独立的智慧 大概是最理想的 对内纯洁对外要有智慧 但管局长蔡德胜 却因为运气不好 有可能因为总统府遭冲撞 被点名要下台 特勤安危有为师的地方 我是指挥官 当然必须要负谴责 政府官有上有下 真情代谢是个好事 就怕新陈代谢太快 协议标太高 隔月们马目还没扎文 就先被立委逮到小辫子 好事儿 不过新闻了 是个好事儿 我这边的小辫子 我这边的小辫子